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衝破天際的聲浪 握緊方向 染盡夢啊 心有必胜的胆量 激素对抗 决堤透光 终会荣光离归来 生命的滚烫 废弛梦想 绝不会退航 开旋的姿态 勇气把燃料都加满 越过极限若光芒 终会荣光离未来 生命的滚烫 风波回响 呼啸着答案 开旋的姿态 转个弯阻来 都推翻 越过极限若光芒 你要给工程部和车队之间送文件 是啊 他们不是要我们部门出个人做这事了 你不是不出外勤了吗 不过我要先和你说清楚 这件事情要占用你下班的时间 而且没有加班费 你不在意 嗯 这事总能有人做嘛 好 姐姐 这个给安总打印好 明天送过去啊 好 这不是工程部给车队的文件吗 那我是不是得赶紧给小白总送过去 哎 等等 乔主管安排沈西专门做这件事情了 还真有两把刷子 什么风头都出 嗯 什么时候陪我一起去买 好 慢点 我跟你说 楼下新开的小拐可好奇了 哎 我也听说了 环境还特棒 爸 折抢 行 去看看 辛苦了 下班了 沈西 很快 很快 这个数据方案 虽然直线尾速可以很快 但没有考虑到 陈墨白作为车手的驾驶特点 弯道里下压力太小 它的特点是 过弯时开有点比较早 所以才会觉得难以控制 我很难相信别人 因为我很难想象 把命交给别人手里 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 但不知道为什么 我在你身上 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人 大家想象 嗯 好了 包括 我们下班的 我们下班的 人家 我们下班的 人家 Martha 你 我们下班的 就你下班的 不知道 这个 我们下班的 我们下班的 这个柳芊芊这次数据出的跟上次有点不一样啊 好像没那么猛啊 说明人家懂得变通是好事 这要好实信了嘛 许空 这数据谁送来的 沈博士啊 好久都没看见他了 小白哥 你笑啥 你笑啥 我说这个数据改得特别好 快 准备撤 那马上就试试 好 停 你先去忙 你在乐啥呀 我看你拿冠军也没这么开心啊 嗯 沈西 沈西 沈西挑的数据 给我看看 嘴上说着不要 行动又很老实 不愧是我的工程师 继续 痛不愧是我的工程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没事吧 你看我像没事的吗 今天专门来看我了 新调的数据特别好用 车特别快 跟我说干吗 那数据是你调的 那我不跟你说 跟谁说呀 来来来 来 你就承认嘛 现在不留情 做好事不就明白 所以 你现在是有想法要驾驾车吗 没有 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是最好的方式 为什么 柳公的数据挺扎实的 不只是简单调整 让它更适合你而已 我能做的就这么多 那既然你都承认了 我是不是得谢谢你啊 不用 我饿了 请我吃饭 我 我没钱 我 我 我 你请客 我买单 一分三十二秒一零九 这速度比之前快多了 而且 车你发现没有 比以前也稳多了 是啊 我这次开的数很多 但是呢 不能骄傲 咱们目前和三井拓之间的差距 进步很大呀 你怎么来了 作为车队的专职董事 过来视察一下不行吗 顺便提醒一下 别忘了赌约 你那工程师呢 怎么没看见啊 忙去了 人忙这个 去研发中心吹风动去了 那你们怎么沟通啊 这都得靠沈助理 沈希 他也参与车队的工作了吗 跑跑队而已 介于这个 车队和工程部之间送文件 对对对 仅此而已 你明天上午跟我去个店 十点见 干嘛呀 问那么多干什么 去就行了 我还得练车呢 走走走 你要是明天上午不出现的话 你的这几个人 我就全给你端了 走了 不是不是 许 许高 送送 快快快 去去去去 他拽什么呀 我觉得还行吧 来 你觉得还行 我看你是色令之婚了吗你 你去吧 你也听见了 人说明天见不了人 把你全都端了 这不合适 每次都是我去 怎么不合适啊 我跟你讲啊 我俩现在段位不一样 我不如他 你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此话怎讲 我跟他一见面就掐架 一见面就掐架 你不一样啊 你可以用你的天真善良去打动他 击败他 有句话说呀 东西路南北走 路上遇到人咬狗 狗说旺旺 不相伤害 问他 他看 谁是狗 谁是狗 你自己去 你去啊 我不去 这次你说什么我都不去 不是吧 混纱店 先生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你好 我找赵一鸣女婿 这边请 这边 陈墨白呀陈墨白 你可真狠哪 什么事都敢让我给你擦屁股 没事 没事没事 不是 郝阳你是车队经理 什么场面没见过 是不是 没事 陈墨白 等着酒 算你狠 还是您的眼光好赵小姐 一会儿新郎来看到了 一定会觉得十分惊艳的 赵小姐 赵小姐 先生来了 这是准新郎吧 不是啊 它是备胎 看来又是被正主临时换上来的 我先下去准备一下首饰 来 郑主 让我来探探路啊 没想到 是高速公路 那 我走 陈墨白又不会来了对吗 有点事儿 有点事儿 我真的很想知道 他到底对我哪一点不满意 长相 身材 还是性格 有一句话叫 缘分天注定 对 以及你们是同一类人 只会互相较劲 可爱情是相互成长 不是一阵高下 那难道他喜欢唯命是从的 我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 但是我知道 他喜欢上一个人 会是怎样 会怎么样 如果他真的喜欢一个人 最起码的 他会试着去了解他 真正地走入他的世界 而不是靠猜测 那 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等会儿 这是我今年KPI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一定要定时定量完成 我 虽然是备胎 收拾收拾凑合用吧 我 果然是人靠医装啊 谢谢 听得出来 确实是在夸我 再换个姿势 背和背 别想多了 让你站这儿 只是当个参照物 好 二位稍等啊 我就换个镜头 要不 要不 坐会儿 陈梦白给你多少钱啊 让你来你就来 我来 我来 是怕你一个人在这儿等啊 其实 有个问题我一直很好奇 你问 你选陈梦白结婚 就是理性的分析加客观选择后的结果吗 不然呢 知根知底 家庭背景几乎透明 门当户对势均力敌 也不用花时间了解对方磨合家庭 更不用担心有人会图谋不轨 可是爱情 正是因为需要时间去磨合 才显得珍贵吗 来 二位 久等了 我们继续啊 保持微笑 再近一点 如果爱情都像你说的那样需要磨合 那我就不说爱情了吗 三二一 你别拿那眼神看着我 此时此刻 我可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是我非常清楚知道我不要什么 看镜头 看这里 好 这里是麻烦你到时候帮我把她的头披掉 披得一点都不上 谢谢 好 没问题 来 三二一 好帅啊 太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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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打扰一下 没事的不打扰 请问行政部几点下班 今天吗 今天吗 不确定 他们经常加班的 你找哪位啊 沈溪 你 放手 我肯定要不覺得 能不能鞭的 一定要不安 我肯定要不放了 你去哪里 走 你给我看 你去哪里 干嘛 绍芊 绍芊 不是吧 沈夕的男朋友 她到底有什么本事啊 一个不够还俩 沈夕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 我看你回复了我的邮件 有你地址 抱歉 没打招呼就过来了 想看看你工作的环境 看看你好不好 我挺好的 我 我还有点事情 你等我一会儿 随便看 好 行吗 谢谢 下班以后有安排吗 我买了两张临海展览馆的门票 之前经常听你提起临海 那时候我们还说好了 一起回来看看她 沈夕 你们要是有安排啊 你把那个文件给我啊 你们赶紧去吧 那就太感谢了 客气 我们都是同事应该的 来 来 毕姐 你口红是不是掉了 还真少 来 给我给我 牛聊啊 我先走了 好吗 慢慢收拾吧 我不着急 那你等我一下 这么晚了 我还这么敬业地去送文件 小白总应该会留我吃个饭什么的吧 到时候 我也得用我拿三个绝招 让男人死心塌地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你好厉害呀 和你在一起真有意思 是不是还应该找找共同话题什么呢 算了 算了 我还是靠颜值吧 这是我从德国 专门给你带过来的 别怕 你的同事都走了 爱心收拾吧 这是我之前的论文 我看到你上车队内网 查资料了 原因我不问 你的论文里正好有相关数据 应该有用 谢谢 你还是想得这么周到 那 我们走吧 嗯 好经理 好经理 送文件 辛苦了啊 没事没事 好经理 好 杨总 哎 人家还没吃晚饭呢 哦 我刚吃过了 哎呦 我也刚吃过 你赶紧吃饭吧 要不然胃饿坏了可不好 还得工作呢 嗯 行 好的 嗯 那你们忙 哎 哎 慢走 哎 慢走 不是 沈博士 有什么新情况 我要是你 我这心可放不下呀 要不 我 瞧瞧去看看 我能干那么没 我能干那么没品的事吗 不能 一定是我这种没品的人 比你干的 那我 那我就 我 试试看 我猜得对吗 你又愿意碰赛车 其实我 会重新接触赛车 是因为要帮你的人 他是我们公司的车手 嗯 能让你决定走出来 他一定很特别 他很信任我 不过 我不配他的信任 我一直 不敢告诉他我的命运 说话就说话呗 笑那么谄媚 是他 就是他 林少前 那你想告诉他吗 隐瞒也算是一种欺骗 不过 我 我怕告诉他的话 他有可能会没办法接受 说什么呢我听不清啊 与其 背负这么大的心理负担 还不如坦然面对 真正信任的人 不会因为任何理由改变开放 好 是吗 当然 我相信你 谢谢 有时候 大家都相信的是 也许不是真相 也许不是真相 真相 又是真相 你应该不想要是真相 不是真相 要是真相 也许不是真相 谁都不是真相 他这种是真相 也许不是真相 与其背负这么大的心理负担 还不如坦然面对 真正信任的人 不会因为任何理由改变开放 老板 你今天再提速零点五就平了三井的记录 一定要加油 怎么了 是不是昨天赶到展览馆 本来以为胜券在握 结果吃了个大扁 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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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话呢 你还记不记得 川身出事那年有一个设计风之意的工程师被开了 你说害死川身那个 我当然记得 川身当年出事 马库斯为了追责 开除了那个工程师 好不容易才平了这件事 我好像知道那个工程师是谁了 人家八卦记者查了那么久都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难道他真是川身的工程师 难道他真是川身的工程师 谁啊 哦 我是他朋友 我找他有事 您帮我叫一下他 这个 您有预约吗 预约 我之前预约过 那我帮您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 其实 先生 先生您等一下 谁啊 水溪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还是要找你了解一下情况 之前马库斯那件事情 真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呀 我当时在德国看了新闻报道 我知道你肯定了解一些情况了 不好意思 我们有什么要说 再给我点时间吧 水溪 我真的很想知道 大事 如果你不认识他 又要继续骚扰我的员工 保安 别 误会误会 我走 我走 没事吧 沈竹林 我没事 谢谢安总 别客气 之前仲裁的事情 还有这一次 把小白总请回瑞丰 你可是集团的大功臣啊 我 我先去送文件了 好 回头记得把这个沈希 给我好好查一查 怎么又跟马库斯车上关系了 好 谁 沈希啊 我就说一个博士毕业 怎么还干起行政了 他真是那个被开除的工程师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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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他把这个博士毕业 帮咱改的数据咱也敢用嘛 我指定应该有其他原因 如果他是那个肇事的 沈希啊 来了 有事吗 我有些话 想单独跟陈墨白说 那你俩聊 好 我今天来是想跟你坦白一件事 你不用说 记 记住 你不用说 我一直觉得 行动比话语更有力量 无论你想跟我说什么 先看完今天的事实成绩再说 会更有底气 好 老白 考虑清楚 不是闹着玩的 不是差半秒就追上了吗 放心吧 自己注意安全 陈墨白 陈墨白 我静方向 我静方向 人静黄白 小白哥真是拼了呀 我第一次看见他是这个状态 比以往更口端 更坚定 很好 你自己管流畅 不管你的过去是什么样的 现在就要速度 替我说出这句话 为荣誉 全速轻轻 代表着我对你 漂亮 百分百的肚定 今天这状态 后记录肯定不在话下 绝不会退让 开旋的姿态 勇气把人两都加满 这一刻 我的心脏重新跳动了起来 我喜欢血液在游动的感觉 我想 也许这次我不该再辜负他对我的亲人 不该再后悔 不该再辜负他 拼了人生赛一场 逆风倔强 决低头光 哎 要挂弯了怎么不结束啊 小白哥 什么情况 快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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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陈总 要不要通知老陈总 不用 陈莫白家属 情况怎么样 目前状况还不太明朗 如果病人能够尽早醒过来 证明头部血肿已经被吸收 那也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那他什么时候才能醒啊 志公司调查组刚出的事故分析 小白哥操控没有事物 咱们的调效也没有问题 应该是数据 刘浅浅 去找他去 志公 也不一定是刘光 不知道他还是谁 你这样会感冒呢 快起来 我送你回家 刘浅 我好像又搞砸了 你别这么说 一切都会好起来 不会好了 不会好了 我很努力的忘掉过去 我也很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 可是事实是 一切都越来越糟了 不会好了 不会好了 安总 跟我们说一下吧 瑞峰的这件事 安总 这是不是代表 瑞峰的内部管理出现问题了呢 调查清楚事故的责任人了吗 小白总现在正在接受医院治疗 具体情况呢 还要等待医院通知 至于 事故原因嘛 大家都知道啊 赛车本来就是一项风险的运动 难免会有意外发生 谢谢 安总 安总 会不会影响 安总 安总 请不认识 安总 安总 请不认识 我们都很关心哪个 大家如果有什么别的疑问 可以联系我们公司的公关部 谢谢 请再多通过 请不认识 大货关系这件事 不认识 行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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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俩倒霉的姐弟 公司出资他们出仇 公司出力他们出仇 怎么就不能为公司 做得有益的事情 看看他们 怎么给董事会交代 安总 您先别着急 我这里查到了一种东西 这么低级的数据问题导致这么严重的事故 你知不知道陈魔把还躺在医院 佩总 我 我很惭愧 你来瑞丰之前 是国际拉利萨的工程师 难道也是靠把车手扔在荒郊野外 来回报他们的信任吗 不是 我 我 对不起 小白总 也对不起您 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柳芊芊绝对不是一个 敢作不敢当的人 我愿意承担所有的责任 等着 菲总 不是柳芯的错 您有什么资格说这句话 是我的错 是我改的数据 是你改的数据 是我约全修改文件 导致陈墨白出事 请你不要责怪柳公 应该追究我的责任 打开 丽娜姐 你这是干吗呀 这烦人东西不太合适吧 不太合适 不太合适啊 这是董事会在举证 谁有意见啊 安总 您看 沈夕 你改的是哪次 什么数据 每次都改过 所有参数都改过 为什么 我想帮他 不是帮他还是害他 对不起 人命关天 你和我说对不起 我 我愿意接受任何惩罚 你跟陈墨白到底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他工作带着你 比赛带着你 还跟你一起满天过海改输去 你不认为他 验车的时候 你能算对千分之一的概率 比赛的时候你能看出来轮胎是不是标配 你现在犯这种低级错误 我不相信这就是个巧合 你确认过是你的数据吗 不用确认 为什么不用确认 你要死也要死的明白 喂 把陈墨白这次事故的所有数据送到会议室来 现在 我们下期待 风 静静呼吸 心 慢慢沉寂 脑海 是你的痕迹 你 刘 不去 时间 一跌一地 记忆 散落一地 经过 的树影 流入你 身影 远去 我愿助你寄宿的奔跑 又期盼你一切都完好 爱情又像被打乱掉 却同屏的心跳 耳边的风轻速在狂哨 心底的爱回忆中间啊 逆风的加速是你的骄傲 也是我最极致的目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